第一名 第一名 因為顏色太特別了 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是我的樣衣 然後標還沒縫上去 就是到時候你收到 就是完整我們自訂款的樣子這樣子 對 就是世界上唯一一款 賣完就沒有了 這是我們的自訂款Slogan 對 而且事實上就是這樣 好不好 沒了就沒了 這真的不會超賣 這件真的沒有 因為我染不出一樣的顏色 好 第一名 第一名 那個自訂款100% 什麼樣的大衣 澳洲羊毛 第二名 兄弟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件 就是你可甜可鮮 然後你也可以休閒 也可以正式 我覺得它也蠻辣的耶 對 就是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女生 你裡面搭個細肩袋 然後你搭窄裙 很正耶 嗯 或者是像上次那樣搭背心 也好看 去開會應該約都簽得起來吧 超正的 你穿西裝外套也搭很強 也可以喔 對 這件是百搭 嗯 好看 好看 夜蚊 我看一下 夜脈 鴨蚊 透 敷 立領 上衣 那記得它會透喔 要內搭 對 第三名是塔顏 哦 這件是 它穿起來很漂亮 珍珠 珍珠圓點 雪紡洋裝 而且它的扣子實在是太用心了 嗯 它是珍珠扣 對 這件我覺得 穿起來 你腰身就是超級細 有腰封的感覺 非常適合它 然後 好吧 它 它 它跟它搭一套 對 對 它的話應該清淡就會買這樣子 它應該就會這樣子 對 這個是星藥 不規則 它的不規則真的太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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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光澤是低調色 嗯 太曖昧韓光 對不對 對 然後 接下來是 你風格好跳哦 超跳 這個是那個小熊 這件外套我覺得太好看了 小熊絨雙面鋪棉外套 是不是意外很好看 嗯 兩穿 剛剛都沒人許願了 一定要叫你穿 而且我覺得它很貼心的地方是 就是 就是廠商很貼心哦 就是它的口袋實在是 就是它的口袋實在是 因為通常 反正正面外套 不會讓你做到兩邊都有 對 口袋 然後而且廠商它 很貼心 是這邊 那邊 就它還特別把它標縫在裡面 哇 就是讓你 藏起來 兩面都穿得了 就不用自己在那邊剪標 它會幫你藏起來 真的 這就是這個毛毛 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哦 對 裡面都有口袋 對 然後這個 防波水 對 防波水 來噴一下 我剛剛有噴 就是它撥一撥就掉了 就是水素就掉了 就是小雨的話 為什麼你會有水槍啊 因為我烘頭髮蕭 哦 我想說你為什麼 在這裡會有水槍 因為我烘頭髮蕭 好 好 第六名 這我錢要烘一下 第六嗎 是第六嗎 對 第六名是這個 背心 麻花 這是比較多搭的 對 麻花 嗯 麻花背心 治療款 麻花拼接針織開金背心 它總共有三格色 對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很少看到背心製重 就是不會感覺重跟厚度太厚的 但是它有保暖效果 我是覺得背心通常要做到這種比較 怎麼講 氣質感的 對 款式比較少 因為通常都比較休閒一點 嗯 就是各種背心類的都比較偏休閒 但這件事真的我覺得上班族的母親也可以 就是你搭起來就會順便便得到 再多一份揉 我們推性色 嗯 這樣 因為張正好像也蠻喜歡背心的 對 所以說看你的穿搭就是背心也蠻長的 嗯 這樣好像也蠻合理的 這樣也可以喔 好像可以 推性色白搭 推性色白搭 對 推性色白搭 黑色的話就是你是真的很酷帥 我有時候搭羔羊毛毛背心的時候 我會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我下面一定要穿的比較合 就是才會看起來很重 哦 那這種就比較不會 因為它就是順順的 而且它的版型真的很漂亮 這個上面是圓 彷彿我們上次的那個刺繡 英文字的大選P 哦 我超喜歡這種前短後長帶弧線版的這種 氣球的版型 因為剛的蠻完背心 除非你是就是全部都是寬鬆 那就是休閒 就是它你就知道是偏休閒 可是如果你想要偏 和聲一點的感覺 突然剛的蠻完背心 就會看起來比較厚一點 哦 沒想過它可以這樣 很合理耶 對 怎麼搭都可以 那個 先買這一件